乌军在哈尔科夫进行大反攻 将俄军逼退到离边界不远之处 CNN走访在东边被收复的城镇 披露平民遭到杀戮的惨况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采访 基辅近郊的一段四英里路是一条死亡之路 俄军在这条道路的北边集结 然后朝平民驾驶的车辆发动攻击 使这条短短的逃命之路 反而成为丧命之徒 另外在乌东卢干斯克州 双方持续猛烈交战 乌克兰守军为阻挡敌军进攻 已经两度炸毁福桥 接下来可能还会再炸掉一座 而乌克兰方面还声称 在黑海蛇岛附近又击毁 伊萨俄国海军的补给船 显示俄军在南部的攻势也不顺利 就在战事处于胶着之际 芬兰领导人发布声明 认为芬兰应该加入北约 消息传输俄方马上表示 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 技术性军事手段来作为回应 据传芬兰方面已经接获警告 俄罗斯可能于13号开始 就停止供应芬兰天然气 而北约部队则是在 北马其顿训练中心 参与美国主导的快速反应练习 当局强调演习并非针对特定威胁 或者是特定的对手 记者综合报道